今天这个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 他有讲 他说12月1号开始启动的这个秋冬专案 我们就已经有效的隔离病毒的传播了 所以在台湾并没有发现英国的变种病毒 这是我们的指挥中心发言人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心想说当然第一 现在没有发现 但等到发现了不就来不及了 其实我心里面马上就有一句问号 黑人问号很多 因为可能我们自己也是会担心 比较紧张一点 可是说真的 这不就是大家共同的一种忧虑吗 但是我们的指挥中心真的很有把握 真的很有信心 到底是哪来的自信啊 是啊 而且他还最近在忙什么啊 忙着在告人吗 是这样子吗 在忙什么 真的大家其实都很好奇 这指挥中心到底在忙着做什么 好了 但是说真的 已经讲出来了啦 是啊 10月底告发苏伟朔 之前其实那个昨天 家园你不是也在讨论吗 是啊 告诉伟朔为什么要讲应该是我的决定 应该是我的决定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还是说上面有上层的意思 他也扛下来了吗 今天再被问到啦 对啊就是我 因为他帮苏院长来答复嘛 说我10月底就已经告苏伟朔了啦 是啊 可是问题是你看 这是不是一种双标嘛 对嘛 你就在顾着告苏伟朔 可是那个丁怡明呢 是 我们的前行政院发言人呢 那时候就讲好像美牛都来牛 对 那你怎么都不告 然后慢吞吞 然后后来才看到他去被约谈 然后还有特权之说嘛 是 所以魏夫部到底有没有在选择性的办案呢 这个问题就很适合来请教我们的世修啦 为什么咧 因为世修他觉得他被查水表 到底有没有啊 我是被查水表专家这样子 这故事比较长啦 但我就简单简讲啊 这个去年2019年一整年下来 我被中央政府搞了好多次 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中选会 那中选会很贼哦 同一个事件 因为我批评中选会 同一个事件他兵分两路 一方面告这个刑事局 一方面告地检署 然后我户籍在台中 但我平常工作在台北 他还特地要我前一天 先回到台中去做笔录 然后隔一天早上再回到台北 去地检署开庭 他就这样搞我 那我后来其实 因为我有认识的高中同学 他刚好在当警察 他就那时候就来看我 然后他就来探望我 然后他就跟我闲聊啦 他说很明确的就是从2019年 苏贞昌院长上任之后 设违法这个案件暴征 而且是中央交办 这不是地方哦 这都是中央交办的 那之前在林权当院长的时候 赖金德当院长的时候 都没有发生 都是苏贞昌院长任内 他就是一个库立嘛 可是这些基层援警 其实很无奈 因为设违法的那一条 他是规定说 散布谣言 且影响社会安宁 就是说你要造成大众的恐慌 有时候你在line上 转传一些谣言 确实他可能讲错了 可是他没有造成恐慌 或是这个太扯了 扯到没人相信 这个不会有罪 所以法官也都裁定不法 但是呢 这件事情严重的破坏了 警民的信任 那去年这一整年下来 也可能是因为这些法官 几乎都裁定不法 所以呢民进党政府就 咳咳咳咳啊 他就觉得说哎呦 这社违法可恶的法官 竟然还说要引起社会恐慌 才能够定罪 那怎么办呢 所以在去年2019年的5月啊 就通过了实安法第46之一条 这条是完全新的哦 你散布食品安全的不实谣言 关三年 社会法是关三天 实安法第46之一是关三年 差很多 而且还罚你100万 最终罚100万 那这条法呢 去年2019年5月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选总统 台湾社会在吵着选总统 没有人注意到民进党立委 在立法院偷偷的通过了这一条 说真的 那个时候确实我们也调以轻心的想说 这个食安确实很重要嘛 你不能够散布谣言吗 那罚则定重一点嘛 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调以轻心的 可是现在 哦 原来你去年中就为今年这个莱猪开放在铺牌啊 这一局不超久 哦这个 我这近500副牌里面都加入摸戒指这个小动作啊 对不对 因为苏院长有说他刚上任的时候 总统就跟他讨论过 这个莱猪的问题了 所以这样子是逻辑 所以你看哦 今年他说宣布突袭开放莱猪 蔡总统也突袭啊 对不对 然后苏伟硕医师 他也是当年还跟民进党站在一起 还到民进党党中央演讲 反收肉筋的 对不对 结果今天呢 即日是坐上兵啊 现在即将沦为阶下囚啊 对不对 马上就被政府追杀 而且又这条实安法46之一哦 不是社委法哦 实安法哦 最终要关三年法一百万的哦 所以你就知道民进党政府其实非常的可恶 非常的可恶 那你说这个防疫指挥中心 最近为什么会突然承认这个本土案例 我先说啦 这个可能是我个人比较阴谋论啊 因为过去一阵子 我们都有传出什么啊 这个境外移入的案例 然后他匡列的这些接触者 哎很巧哦 上百个都阴性 验帅都阴性 可是呢 他回到他的母国去验 哎就确诊阳性 那很奇怪耶 你说一个两个可能真是几率问题 每一个都这样 匡列的几百个都这样 你敢不信 我是不信啦 所以呢 我这边讲的可能比较阴谋论一点 我认真怀疑哦 今天承认本土兵力 是认真为了要拯救莱猪 要转移焦点 不要转移焦点 但是我也跟各位观众朋友提醒啊 我个人觉得 其实大家真的不用太恐慌 为什么 因为指挥中心的漏洞 不是今天才开始啊 过去刚原汁也讲了对不对 东南亚移工 跟这个欧美白人的机师 我们对待就是双重标准 外交泡泡 一文泡泡 我们就是一大堆的防疫漏洞 陈时中这位指挥官 这位卫福部长 他从来都不是根据科学专业在做决策 他也不是根据承担政治责任在做决策 他永远在看风向 今天台湾的防疫成果好 不是因为你政府政策做得好 是我们台湾人比较怕死啦 我们主动的自觉自动自发戴口罩 政府还那时候还当初叫我们不需要戴 我们就主动戴了 但是我们台湾人比较保险啦 比较怕死啦 不是你政府现在收割 然后你现在政府现在出包 今天一整天我看新闻 大家好像都变得很恐慌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我这大半年来我一直都很恐慌 是啊 大家都很恐慌 而且刚刚是有特别讲说 是不是在转移焦点呢 今天有一个发烧片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萊猪一月以后就要进口了 各地方政府都有所谓的 零检出自治条例嘛 对对对 是 这个议题去问是赖世保 他平常是蛮温和 也很理性去问苏院长 那你到底未来该怎么办呢 就没想到就想说 因为院长他一直在反质询嘛 所以赖世保很生气说 我呢没有叫你讲话 你不要反质询 叫他点点啦 不要说话了 所以有一个互相拍桌 互唱的这个 他拍桌他也拍桌 是 但是呢他是立委 他针对议题有一些讨论 但我们很少看到 院长还加码继续拍 我拍一下你也拍一下 我拍两下他也拍两下 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李前华 来 讲人的 抱上来 我的腿 现在你搞这样 我叫你 对不对 你不要打破 你为什么这样子 你不要打破 为什么这样子 你就是这样 没有 我没有问你这个问题 你女主粉质询 你怎么可以粉质询 你讲不清楚 用拍桌子没有用 来 我讲非常清楚 来 我问你 再来一个讲一个 你问我 我回答你 你没有回答我 还要继续拍吗 你讲不要拍 来 我试音到了 法律之前 有点休养 你有没有讲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有没有 有啊 法律之前我仍然 请问你 请问你 12月4号林维座告你 违反食安法 请问你 检查 检查官检查没有 12月4号林维座告你 性供事件 你违反 死安法 违反社会法 请问 检方警方 有没有动作到现在 有没有 检方怎么样 征办案子 我从不干预 都没有跟你约谈 对不对 都没有跟你约谈 哦 我到目前为止 没有接到任何的 是吗 约谈通知 所以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在台湾是看得贵吗 我看网友好生气哦 说硬拗啦 然后说嚣张的苏片神 等等 网友讨论好热烈 而且YT一直飙上来 因为大家都很气愤 是是是 而且刚刚还有大家都在说 世修讲得好啊 是 所以是不是真的 我是被查水表查得好啊 你是感同身受 八字内心 没有 而且大家觉得说 搞不好真的是阴谋论啦 也许有网友就在认同啦 合理怀疑 合理怀疑 不要告我啊 不要再告我啦 对啦 这个其实就是各自表达意见嘛 哦 BUZ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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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